10月20日张家界黄石寨高空扁带国际对抗赛 在张家界武林园景区开赛 法国选手本泽瑶掌获冠军 黄石寨景区海拔1092米 景区内起风凌厉勾壳纵横 拥有张家界最大的凌空观景台 比赛场地设在黄石寨仙女献花和侯帅点兵两个景点之间 来自中、美、德、法、加拿大五国的十名扁带高手 在两封肩长120米、宽2.5厘米、厚3厘米的扁带上进行比赛 扁带与地面垂直距离约200米 本次比赛采用一对一PK制 以走过的距离长短以及失误次数两项评判标准决定最后的名次 比赛中选手们出现种种失误 多次从扁带上跌落 让旁边观看的游客看得心惊胆战 纷纷表示 虽然知道选手们身系缆绳 安全有所保障 但心里还是十分担心 难点就主要是平衡 还有克服自己心里的压力吧 因为在上面 它那个绳子一直在抖 然后也是难度挺大的感觉 太刺激了 但是不好也太为他们担心了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最终来自法国的本泽瑶 获得张家界黄石寨高空扁带国际对抗赛的冠军 来自法国的帕布罗获得亚军 获得季军的是中国广东选手施海林 本泽瑶向记者表示 自己从六年前开始练习这项运动 很享受这项在高空之上的运动 这是我第一次来湖南张家界 这里的山非常的奇特 风景非常优美 能说要参加比赛感到十分荣幸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